大家好 我现在给大家在盘中时间段 录一个非常 我觉得紧急的视频 为什么叫紧急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行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美联储将会在明天 星期三的时候降息50个基点 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讲 美联储降息会降25个基点 但是这一次有变化 不再是25个基点了 50个基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盘长成这个样子 美联储的口舌 Nick今天又发了一篇文章 周末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 今天又发了一篇文章 说美联储可能会有一个 50个基点的降息 那么这个降息 这个观点就已经很明确了 然后通过 他一直是美联储的口舌 美联储一些想讲的话 想让市场去安稳 让市场去消化的东西 都会提前的通过他们给他讲出来 其实昨天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行情就突然变了 一个是Nick 还有一个叫Smith还是谁的 一个是在华尔街日报发的 一个是在Washington邮报上发的 相隔的时间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就公布出来了 美联储正在考虑50个基点的降息 然后一下让美联储的降息的概率 做了一个改变 现在是降50个基点的概率是6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确认了 是50个基点 那么这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 在马上明天就要公布利率决议以前 市场还在胶着 还在犹豫的一个现象 以前是从未发生过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降息50个基点 那么市场 你想美联储给了你一个信号 我要降息50个基点 结果它就降25个基点 那么这个上涨它就得吐回去 对吧 所以如果明天真的就降25个基点 那么今天的涨幅全在吐回去 那如果是降50个基点 并且已经提前让市场知道 告诉市场 我降50个基点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数据有问题 并不是我觉得这个市场要衰退 而是我觉得利率控制的很好 可以降50个基点 否则将来可能会影响到滞胀 等等的这个问题 让市场有一个消化 那我们今天看到大盘那涨得很好 虽然开盘以后一直在震荡 而盘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有高开 我觉得这个今天呢 我还是我目前因为行情才刚刚走了 两个小时不到 但我觉得是不应该做空的 可以把早盘的低点设一个止损 如果跌破了早盘的这个止损的话 早盘的低点的话 我觉得今天可能不适合交易 但是不适合交易 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涨 但我对大盘的上涨行情呢 还是抱有期待的 因为50个基点的降息 应该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应该是上涨的 理论上应该走好 会利好这个道琼小盘古 这些类型的产品 那么还有一个 我的经验之谈 就是在七指换仓的时候 尤其是前头涨了很多的情况下 在七指换仓出现跳空 继续拉升的情况下 往往后续呢 还会有连续性的上行 所以首先这个纳指的两万点是跑不了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会突破 至于会突破以后再怎么走 我们到时候再说 可能会有连续性的拉升行情 另外呢 Centimate Trader 这个地方这篇文章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当市场 在这个股票 原油还有债券 出现了一个极度分化行情的情况下 市场在未来的六个月里面的 涨幅 跟胜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所以这就是过往的数据表现的 当这个原油 股票在历史新高 而原油债券的价格 相对在低点的时候 这种分歧 不常见 但是逢是出现这种情况 都代表后续的未来六个月呢 市场的涨幅都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 未来十二个月的正收益 是89%的概率 这篇报告 大家也可以去跟我们的客户去索要 好吧 所以我录一个比较 我觉得还是比较紧急的视频 第一个呢 告诉大家要降息50个基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跑不了了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是降息的话 那大盘应该是涨的 那么至少我们有一个应对的策略 还是如果说 没降到50个基点 而降到25个基点 你说是不是今年的上涨 那连稳带利的吐回去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吐也不会吐的太深 降25个基点呢 至少证明市场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证明经济还正常 不用太担心 但是降50个基点的这个事情 这个以前一次性降50个基点 后市 这个 在后市的某一个时刻 可是表现的不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50个基点 不要听鲍威尔怎么讲 也许是经济有了一些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要适当的去收拢自己的资金 控制自己的仓位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注定很波动 你我们拿捏不住行情的 拿捏不住的 就连鲍威尔到明天就要降息了 今天前两天都没有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到底是降多少 都这么不确定 鲍威尔都掌握不了的行情 我们更掌握不了 所以大家唯一能做的 就是控制自己的仓位 好吧 这要注意一下 行 然后呢 但是我的观点还是看涨 我刚才 分析归分析 我的观点归观点 是该社的止损也要有 该有的仓位控制要有 但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大盘是继续往上去看涨的 那么我们在上个周推出来了 我们的美股的半月刊 就是给那些不喜欢做短线交易 然后没有时间听直播 要工作 要工作 要上班 然后又喜欢做一些中长线的好的产品 我们给大家推出来了这个中长线的半月刊的这个报告 又没有直播 每两个周更新一次 我们给出来了六到八只股票的这个portfolio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在8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去对一个10万的账户 在chashwap上面进行了一个下单 然后呢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从8月26 应该不是8月26号 应该是从9月1号开始吧 9月3号开始 我们开始去进行下单 然后呢 我们是有一个7%的这个回报 会走的比较稳 就是因为我这里面选择股票呢 我每每每加杠杆 然后就纯粹的一个cash账户 然后把这个给做出来的 反正我的仓位是配置上了 我对大盘的观点是看涨的 然后把它设好止损 就继续持有这个portfolio 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也太热的股票呢 我也没有选几个 稍微的做了一些配置 当然里面会有大家都知道的 我喜欢的特斯拉 然后还有一些 我觉得价格偏低 会被受到降息利好的这些股票 好吧 行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去 这上面没有二密码 可以去扫微信 加微信 ChineseFN2022 或者左下角的二维码 然后呢 可以和我们的客户去联系 好吧 那 然后这个是折扣价给大家 现在30%到 好 那祝大家 今天愉快 中秋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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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